What's up you guys welcome back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呢 帮助我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从0个订阅数一直突破到1000个订阅数 那如果没有这个工具的话 我是没办法做到这一点的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样使用这个工具 让它帮助我短期之内 迅速的突破1000的订阅数 Let's go i guys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主要是交给大家一些 如何在网上创业 如何在网上赚钱的一些项目和心得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视频内容的话 那记得要订阅我的视频 给我的视频点赞 打开那个小铃铛 所以你下次不会再错过我的视频 废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开始 i guys 我们现在进入正题 过去30天之内 我的频道订阅数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增长 这个增长 大家现在也能看到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 就是说你看从去上个月的 你看上个月的31号 3月31号 我还是每天就是五六个 之前就不用说更少了 看五六个八个 4月1号还有八个 然后2号六个 就是六个到八个之间徘徊 那自从从4号以后开始 就开始 就开始多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这个数据 也是由工具来提供的 这个工具 它叫tubebuddy 这个也是在 你需要注册的一个账号 注册完它的账号以后 它会有一个Chrome extension 你需要加到这里面 它的名字在这里 它名字叫tubebuddy在这边 然后你再加完 这个Chrome extension之后 你的YouTube它就会有这些数据 在这边 这边会有也有一个 tubebuddy的tab 那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你看这边 它就会告诉你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实时的 subscriber的数量 然后这边刚才讲过 就是说一个你的最近30天的 这一个订阅数量的一个表现 那你进到这个视频里面 它也会给你这个视频的一些 这些支持的数据 那这个就是说 它给你的这个视频的这个数据 就是观看量多少 comment多少 喜欢的不喜欢的 有多少suggest的这个video 然后Facebook多少喜欢的 然后Twitter 就是你现在你的这些 所有的一些数据 包括你的这些tag 它都会有 那它除了有这些小的分析的功能 它还有一个最大的功能 就是它能帮你 优化你的这个影片 让就是更多的人搜索到你 它还能把你的这个排名靠前 我其实就是用了这个工具以后 从这天开始 我的这个不管是观影量 还是这个订阅数 都是开始突飞猛进了 那下来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怎么样做这个每个视频的SEO的 那你点这个 点这个tab以后 你看这边有一个tobody的tab 进tab以后 它是其实把你的这个tobody的账号 和你个人的YouTube账号 关联起来了 在这边 你可以有这边有很多这个快捷键 你可以进到你的YouTube的任何一个 这个这个后台管理的页面 那这边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叫keyword explorer ok 我们点这个keyword explorer以后呢 然后进来回到一个这个界面 那这个就是它的主要界面 之前那个视频我也跟大家讲过了 就是说 如果没有看到的 可以看这个之前这个视频 就是说你一定要找到你自己的一个niche 你要找到你自己的这个受众人群 YouTube呢 它现在是已经全世界第二大的这个search engine 第一名还是Google 第二名就是YouTube 就是说他们进来了以后 他们一般的人进来都会想看自己的 想搜自己的关键词 那你需要把你的所有的影片 就是和某些关键词连接起来 然后你搜出来的时候呢 你只要你垄断了这个关键词以后 那这个关键词呢 有时候又有足够大的市场去搜的话 就是搜索量比较高的话 那你这个不管你这个频道 或者是你这个视频啊 就是全都会在短期之内 你会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增长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去搜索赚钱啊 ok 我们说赚钱了以后呢 他首先告诉你 ok 这个东西是一个average score 是good 他会给你一个评分啊 就是说这个评分还good不错 那就是说 呃这里呢就会告诉你 他这边有一个weight跟啊 unweighted啊 有个weighted跟unweighted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unweighted意思呢 就是说整个这个市场啊 一般来讲 平均来讲这个市场的数据啊 weighted的话 这个呢是结合市场和你自己 你这个频道 根据你这个频道给出来的数据啊 我们直接看 因为这个数据的话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先看这个整个市场的数据 整个市场数据呢 整个评分是好的啊 大概给你一个good 然后呢 他就是说第一啊 我们的这个这个搜索的这个数量啊 是不错的啊 他基本上到绿的这边了 那啊 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竞争对手啊 竞争量 竞争对手有多少个竞争视频呢 在这边啊 就是说也还可以在黄的这边 然后呢 啊 下来呢 就是说你的优 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优化的程度啊 那我们现在搜索这个是不错的啊 有时候他给的分很不好 比如在红线这里 那个时候你就要去想去想一想 去搜索下一个关键词 来把这个关键词来 这个整整个这个overall的评分提高一点啊 比如说你现在点一个赚钱APP 哎 你看他这个就是very good 对吧 所以呢 就是说啊 这个他就是说比较好的 所以如果你要啊 做一些视频的话 如果你再做一些赚钱APP的视频的话 你所得到的曝光和被人能找到的这个几率啊 就是稍微比赚钱来说大一点 因为做赚钱的话就比较广 但是做什么样赚钱都有 如果我们再回去 我们现在拿赚钱做例子啊 然后呢 这边呢 就是说所有most used tags啊 就是说在tag里面最多用的都是这些啊 那tag是什么呢 这边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啊 OK 我们现在进来我的后台 然后到一个我最近刚发布的这个视频里面啊 YouTube的ICU是他先读你的title啊 就是先读你的标题 读你的标题 搜索完你 学习完你的关键字以后 再去你的详情里面搜索你的关键字 学习你的关键字啊 学习完你这里面了以后呢 再去你的tag这边 学习你的关键字啊 然后他这三个部分 最后啊组成了你的这个啊就是google的这个SEO的东西啊 所以呢啊就是说有些人呢就是说只是定题目不去管这个description和下面这个tag啊就是啊我觉得这是不好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如果要做SEO的话第一标题第二详情 第三下面的tag这个你这三个你都需要做啊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这个to body里面要用这些你觉得这里面这些tag比较有用的话你就点这些tag那你看到这个数字在变有没有啊那如果你觉得这些都有用就都点上点上了以后呢点copy copy以后呢你在这边你就可以全部粘贴到这边啊你就给你省了很多事很多时间而因为他而且他都是帮你已经分析好了呃然后呢之后呢你在这边可以看一下result result里面呢它是这样的就是他会告诉你关这个关键词里面 top ranking search就是说哪一个频道是这个呃赚钱这个关键词里面的第一名啊呃这个上面写的是我 他说呃我在前29个search结果里面寻找搜寻搜寻的结果里面里面有我五个视频啊然后呢这个是你自己啊如果你搜索一个别的东西的话你可能就是说就是别人了啊然后呢他会告诉你这个total search result是一个月是有96,000的人search的就是有96,000次就是搜索这个关键词啊每个月就是赚钱这个关键词啊之后呢他会告诉你这个 就是赚钱的这个trending那这个trending呢他会告诉你search你看没有就是最近比较流行的赚钱的搜索搜索你看他最近游戏赚钱赚钱游戏这些上升了300倍啊打字赚钱黑色沙漠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应该是个游戏吧我也不知道啊然后呃YouTube如何赚钱就是你能看到这一个走势啊 嗯最近大家都在搜索什么这个呢是top就是基本上最多的啊就还有最多的呃这个搜索的关键词啊你这边可以呃都可以参考一下啊哎然后呢这个就是googletrend这边呢就是说这个过去的这个搜索结果啊 就是说过去的呃一年就是说过去的一年吧过去的12个月吧整个全世界来讲YouTube上这个search啊就是search赚钱这个呃关键字的啊你看他都会把这个搜索关键字的这个数量给你排出来啊这个是非常好的比如说你做有一些比较啊比较流时下比较流行的东西啊比如说之前我们说那个游戏啊 他可能就是一开始没有什么这样然后直接这样起来的啊啊这样的话你可以抓住流行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我比较喜欢的这个他的一个功能啊就是说比如说现在进到我这个视频的一个后台里面啊你可以看到我这个视频的后台他我我我所我所rent的这些呃tags啊你看他会告诉你现在的排名比如说呃我网赚这个词我是排多少名赚钱这个词我排多少名 然后呃呃有一个东西啊大家没有发现啊你看啊就是说简体字跟繁体字的ranking是不一样的你看你的简体字的话我的这个视频是rank第11位但是繁体字的话我这个就是rank第1位啊 然后呃所以呢就是说我建议如果你们就是说这真的想就是说呃呃就是垄断关键字的话我建议是简体和繁体你都放在里面啊因为呃英文的话 那就只是英文没有简体繁体之说嘛就是说但是呢但是中文就有简体之说啊所以呢就是说啊就是我建议就是你们把简体和繁体都放在上面啊然后这个下面呢你还会看到这个suggestion啊就是说他会给你一些推荐的这些啊这些这些tag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你会直接点上啊比如说我点了herly 他就会自动加在这边啊呃还有一点啊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呃搜索的标题的时候呢就是啊google呢他是以左以从左到右来学习你的这个标题的所以呢我建议就是说啊你在做标题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主标题有一个副标题啊所以你看我的所有的视频的话应该都是有一个主标题和一个副标题的 比如说啊我今天说赚钱好了那赚钱啊然后呢这边呢你我建议就是说要不然你就放一个dash啊要不然就是放一个呃书线啊书线这边然后我你我上一个就是什么啊比如说你呃你不知道的秘密啊基本上是这样啊所以呢就是说一个主标题一个副标题所以谷歌在学你的这个学习你的这个标题的时候呢他是从左到右去 他可以先抓你的这个赚钱两个字啊所以别人在搜索的时候他你们就赚钱先出来那如果你今天就是说啊你不知道的赚钱秘密那你想第一一般人不会这么搜他想搜他是想他会搜什么像这边他给你的赚钱的方法赚钱平台赚钱项目他会这样搜对吧他不会说我搜啊你不知道的赚钱秘密对不对那这个的话呢你 Rank肯定不会高你的排名也肯定不会高的对吗啊所以呢我建议就是说像我刚才说的把这个赚钱放到前面做一个主标题再加一个副标题中间随便有一个符号之类的啊啊这样的话你的排名会更靠前一点二 guys希望今天视频内容对你有用那2 body现在呢是市面上我觉得是最好用的一款呃优化YouTube视频的这个呃免费的工具了那我也希望大家看了这个视频以后能把自己的页面能把自己的页面 自己的视频呃和自己的频道都优化的非常非常非常好能在短期内突破自己的这个1000个订阅数或者是让自己订阅数能更上一层楼啊如果你既喜欢我今天的视频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打开那个小铃铛所以你下次不会再错过任何的视频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